一個網紅的身份來說這件事情好了 的確很多社會大眾可能對網紅的印象可能也不是那麼的好 那但是我倒是覺得就當作它是一個負面教材吧 如果以我自己的角色的話 可能是關於一些毒品的案子上面的一個負面教材 同時我也可能在這段時間裡面經歷了 很多被大眾放大警示的這段時間裡面 所以我想於黃博超這個案子裡面 他也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負面教材 來讓大家放大檢視關於暴力的案件 在法就是法律上面他會是怎麼判斷 那因為這個案子其實我們當下也沒辦法 有太多的證據可以提供給檢調單位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就是盡我們一切的可能性 然後讓這件事情讓大家看到一個關於暴力犯的一個行為 跟他的結果會是怎麼樣 所以我也希望可能各位無論是司法記者還是媒體的朋友 你們也可以持續的去檢驗這件事情 看看當中無論是警方有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 又或者是說在他這個結果上 因為我當時可能人也不在我在服刑了 那這件事情我也希望得到一個很好的負面教材提供給大家 因為對我來說打也被打了 那告也告了 但是如果最後他可能還是說簡單的傷害罪就能下樁的話 我想對這個社會也不是什麼好事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多多關注這件事情 或者是你還是要告這個這套個生命的殺人的問題 目前還是往這個方向去提起告訴 那台中的事情有接到同事了嗎 反正後續這個服刑的問題就按照法院的流程啦 就該負起的責任就負起這樣 那在進區案子結束之前有沒有發生的討論什麼 超個應該就不用多說什麼 反正現在提起告訴的方向就是 今天起來出庭應訊的啦 那告他的部分其實我們目前也沒有想過任何和解的可能性 所以這個案子可能就會繼續跑下去 有沒有想過那個最後提醒的時候頻道指引到什麼樣子 目前還沒有去規劃這一塊啊 反正一切就順其自然 既來自責案子 那你們今天有什麼話要跟大家說 哦 就於 一個網紅的身份來說這件事情好了 的確很多社會大眾可能對於網紅的印象可能也不是那麼的好 那但是我倒是覺得就當作它是一個負面教材吧 如果以我自己的角色的話可能是關於一些毒品的案子上面的一個負面教材 同時我也可能在這段時間裡面經歷了很多被大眾放大檢視的 呃這段時間裡面 所以我想於黃柏超這個案子裡面他也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負面教材 讓大家放大檢視關於暴力的案件在法 就是法律上面他會是怎麼判斷 那因為這個案子其實我們當下也沒辦法有太多的證據可以提供給檢調單位啊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就是盡我們一切的可能性 然後讓這件事情讓大家看到一個關於暴力犯的一個行為跟他的結果會是怎麼樣 所以我也希望可能各位無論是司法記者還是媒體的朋友 你們也可以持續的去檢驗這件事情看看當中 呃無論是警方有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 又或者是說在呃他這個結果上 因為我當時可能人也不在我在服刑了 那這件事情我也希望得到一個呃很好的負面教材提供給大家 因為對我來說打也被打了那告也告了 但是如果最後他可能還是說呃簡單的傷害罪就能下樁的話 我想對這個社會也不是呃什麼好事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呃多多關注這件事情 其實家是已經結了啦 那這個這道傷其實他就是無法復原了 那這這巴也是永久性的也沒辦法長頭髮了 那可能只是運氣比較好可能也沒有傷到太裡面去 所以現在目前狀況就如之前所提供的傷是大同小異 那為什麼要調查的履実就能夠哪位 有一種券只要給大家的 Или還是給大家更多發同 所以現在就買十看到 solids 不可能會去看看 然後我覺得能夠射堇 突如上要擠大地'd agi 我至ước 不可能否刑 可以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